有625宗個案是測試陽性的 大部分都是本地個案 在個案裏面有很多都是跨家庭的聚集 我們做了一些初步的分析 至少有19個大的群組 是超過10人以上有影響的人士 總共有些親友的飯局 牽涉到一些在大廈的傳播 甚至是在一些工作單位的傳播 多人數可以達至47個群組 這裏的數字總共加起來是367人 但這裏都未計算一些小的家庭群組 即是少於10個人的家庭群組 去到昨天有898個暫時找到源頭的個案 大部分都是分佈在深水埗、沙田、九龍城、葵青等等 在一些老人院我們都看到有多處的 即是有些個案是影響了老人家 以及一些護理院 安安護理院 在新界元朗太長大廈 那裏都有一個初步陽性的老人家 基督教懷智服務處 張軍澳綜合復康中心 都有一個福利院在那裏確診 荃灣荃威花園人外護老中心 都有狐理院初步確診 大埔區的雲頭街、樂善堂、朱定昌兒養園 都有一個老人家初步確診 上環的保良局國羅貴珍護老縣 都有兩個老人家確診初步陽性 昨晚的風區旺行動在深水埗的赴月樓 我們都比較多個單位 就是受影響的 其中在二樓都有五個單位 二樓是需要 其他的居民是需要撤離的 以下公立醫院的職員 因為社區和家居感染 都是初步確診或者確診的 包括一名屯門醫院的醫生 四名護士分別在人際醫院 柏立基普通科門診 九龍灣健康中心普通科門診 以及亞麗士、韓苗寧、納達蘇醫院 另外有十三名的病人服務助理 運作助理、民員或者外判職員 分別在東區尤德夫人、納達蘇醫院 律敦寺醫院、東華東院、馬麗醫院 馬加列醫院、兒童醫院、黃大仙醫院 寧實醫院和威爾斯親王醫院 屯門醫院和博愛醫院的